這個月做了還蠻多事情 就是我有去拍片啊 有剪片啊 有跟朋友討論東西啊 然後有跟朋友吃飯聊天啊 然後參加什麼workshop之類的 那最特別的事情就是 我要去美國啦 這個月幾乎都在剪片啊 就有幾支片就是已經拖了還蠻久的 就是從去年六月當兵前 我已經拍完的東西 那我終於把它在這個月把它剪完了 然後成品也出來了 就理論上應該是不太會動了 然後但是還有陸陸續續的一些小短片啊 需要剪輯就是把那支大了 然後有一些素材沒有用到 可能把它剪成小支小支小支的影片 那還有另外一支影片呢 我覺得就是比較 算是挑戰嗎 就是他的客戶呢 是我朋友 然後推薦給我 就是他好像那邊的剪輯師出事情了 然後他就把那個原生 剪到一半的東西丟給我剪 就是有好幾個小時的片段 然後他要把它剪成 就是有點像現場紀錄的東西啊 然後他想要完整的呈現 還原現場的狀況 就是他現場時間一刀一刀都不剪 他裡面講的內容就是現場紀錄的部分 那他這個東西呢 他想要穿插什麼東西 因為不是我拍的是別人給我 然後我只負責剪輯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他到底拍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很多零零碎碎也很難去 就是知道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他也沒有用timecode 那就是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就是因為客戶他那邊也有一些想法 那我這邊也有一些想法 那變成我兩邊就要一起約線上剪輯 那線上剪輯有幾個優點 就是我可以告訴客戶說不行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不能一直跟客戶說 他說我們把這個放大 那我說好 那他說我們把這個剪掉 我說好 你要穿插這個 我也說好 那這樣子就變成全部都他亂提出一些點子 那我的專業其實就是我來幫你想辦法 如何傳達那個影片的內容 而不是就是說我什麼都說好 我不是一個緊急工人 就是我有辦法 就是我需要想辦法把你的東西 剪出來一個有內容的東西 而不是說你想要加什麼就加什麼 這樣子就是 就是我會跟客戶說不行 就是我會說一個完整的理由 那如果他真的不相信我可以現場 就是因為我們是約線上剪輯 那我可以現場剪給他看 他假設說他想要放這個插進去 那他只是用想像 那我可以跟他說 我覺得這樣不行 這樣會不好 或者是我覺得怎麼樣會比較好 我要提出一個東西 來說服客戶說 我講的是有道理 那我就是這樣子陸陸續續 因為直播 然後我現場剪給他看 所以他就是聽我的想法 我建議 那真的他講的東西 可能他想要穿插這個東西不適合的話 那我就可以馬上Prove 給他看 給他說 你就是這樣子就不太行 那我覺得怎樣怎樣怎樣 會比較好 那我現場用給他看 他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的這樣執行下去 所以線上剪輯其實還蠻 省時間的嘛 就是兩邊算是有溝通 然後取得一個共識 而不是我這邊 一點點點點點 然後輸出一個版本 他就說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好 或者他想要改這個改那個 就會拖來拖去 所以我們真的是花了 非常非常多時間 一起去線上剪輯 就是 應該就是花了 可能五天之類的吧 然後每天都花個三四個小時 整個晚上 然後剪到半夜十二點這樣子 就我覺得還蠻認真的 就很少很少人會有 這麼 用心 然後可以跟著我一起參與剪輯的這個部分 那他真的是 花了還蠻多時間 我們雙方都花了還蠻多時間 那 雖然 就是因為 拍的品質原本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 盡可能啦 我一直能盡可能就把它 伸出來 那他也覺得 OK 那這樣子就好啦 我們下次見 水晶清清 他寫千元耶 不會很貴很貴的啦 三千萬少 所以是四千億的概念嗎 對啊 What 怎麼還有 那片頭有說我要去美國 那 我真的是要去美國 三個禮拜 那為什麼我要去三個禮拜呢 因為我要去參加一個 展覽 它叫做 NAB2023 那 這一個展覽呢 主要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影像 聲音 就是 Broadcast 就是你可以 多媒體傳播的東西 那 這是一個科技 然後 最新的東西 世界級的 最大的一個 這方面的展覽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啦 那 我也 沒去過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那 我會在這個頻道 然後 跟另外一個頻道 可能工作室那個頻道 然後就是分享一些 可能我跟別人 採訪啊 就是我可以講一下 然後 ㄟ OK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 做一些這種 小小的 interview 嗎 或者是小小的 分享那些器材啊 或者是那些 交流的東西 然後我會把它做成影片 然後我不確定到底是會 放到 哪一個頻道 可能是這個頻道 也有可能是 另外一個工作室的頻道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訂閱我工作室的頻道 因為 那個上面 目前還沒有什麼影片 那我想說 ㄟ 有這個機會 那有 這個 影像 的 一些 內容 所以我們就可以丟到那個頻道 所以 還在評估啦 那 真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那 NAB是在Las Vegas 那為什麼會三個禮拜呢 因為我想要 前面一個禮拜就先提早去美國 後面那一個禮拜 在 LA啦 Los Angeles那邊 再 玩一玩 就是去看看一些 酷炫的東西啊 可能去那個 Hollywood啊 或者是 左邊的海岸線啊 下面的海岸線之類的 所以就去逛逛 然後 順便 看一下 相機店 然後 去看看 有沒有工作室可以參觀之類的 反正就是有一些行程安排啦 那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 NAB 我覺得還蠻酷炫的 就是因為 當完兵了 那 沒有事 那 我媽就說 ㄟ 你有沒有想要出國 然後我在想說 ㄟ 出國 那我想 就是美國 然後我又在想說 攝影器材的東西 然後我在想 ㄟ NAB 然後我就上網查 剛好 還沒有截止啦 就是 四月多嘛 四月十五號左右的展覽 所以 那三月初的時候 還有機會 那我就看一看 然後申請的條件 然後我就是去申請 PRESS 就是 因為像是多媒體 因為像是記者嘛 就是一個 可以分享 這個展覽的資訊的人 所以PRESS 是 就是你可以有 很多 就是有PRESS ROOM 之類的 你就可以有一些空間 然後有免費Wi-Fi 影音機電腦 然後還有典型之類的一個空間 還有充電的地方 就是 有一些專屬的 福利嘛 就是它會提供你一些東西 然後 參展 就是去看展也是免費的 就還蠻酷的 那 月初的時候 就 看一看 怎麼申請這個PRESS呢 那 看一看 要有護照才可以申請 所以我就去月初 申請個護照 用了一大堆東西 用了很多很多資料 然後 然後在那裡等超久 結果就 等了半天吧 等了一整天 然後 護照拿到了 然後我們申請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呆呆的等 因為 要等它審核通過 因為我還不知道 到底 嗯 嗯 就是我申請了 到底 可不可以通過 因為不可以通過呢 就是 就是 可惜 那 有通過 就要趕快去 處理一些東西 所以差不多在 月中 月中吧 OK 快要二十 十八嗎 反正月中的時候 才接收到訊息是 我 申請通過 就是PRESS 申請通過 這樣 還蠻酷的 那真的是 腎上腺素 就是整個 嗨起來 就是 哇 真的 有點像 夢想要實現的感覺 就是 原本都是憑空想像 然後就是 啊 可有可無 但是這種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有想法 馬上去 把它 實現出來 這種 感覺 然後就是 馬上可以 搬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還蠻酷的 然後 我們就是 訂訂房啊 訂訂機票啊 看看 住的地方啊 然後 一些處理一些 雜七雜八 然後規劃形成之類的 反正就是 所有東西都 要好好的去規劃它 因為 不是台灣 就是 然後 可能 自然也不好啊 看起來是還蠻多人 會被搶的 然後 還有 再準備 開車的部分 就是因為要自駕嘛 所以我媽就是讓我 我爸媽就是 叫我 在台灣練習 然後開車 就是我開爸媽的車這樣子 就 各種東西都要準備啦 那現在已經是 我現在錄這個影片已經是 3月29號了 那 對啊 反正 呃 攝影器材要先 就是拍完這支影片後 我就要全部 準備好 然後就是 先把行李就都準備好 才不會有說 欸 我又忘記帶什麼啊 就是我還有 我5號出國 所以就變成我還有算是一個禮拜 可以來好好整理 去把我行李箱東西就放好這樣子 才不會說 啊我忘了帶內褲 反正我忘了帶洗髮精 然後我忘了帶什麼什麼 我忘了帶什麼雲台啊 我忘了帶腳架之類 反正就是 就全部都先把它 想辦法先全部都塞好 那忽然想到東西就 添加 啊 覺得不需要什麼東西就再拿出來 這樣子 反正就是 嗯 要好好整理行李 然後 下個月就是 美國啦 OK耶 收到 應該都看得出來吧 哇 推車大師 炸雞筒 你看起來是綠色的 我看起來是綠色的 對啊 你這個燈是綠色的 我真的 你這個燈是綠色的 這個燈是綠色的 感谢观看